大家好 这期我们继续学习目睹网路库圆满分析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网上TCP Connection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代码 这里增加了几个数据成员 WriteCompleteCallback 这是它的类型 这个类型在Callbacks.h中定义 另外还定义了HighWatermarkCallback 都是Boost Function 这个成员表示数据发送完毕回调函数 即所有的用户数据都已拷贝到内容缓通区的时候 会回调该函数 我们知道对于上层应用程序来说 要发送数据只管要用Send函数来发送 上层应用程序并不知道用户数据是否都已经拷贝到了内容缓通区 这些都由网绿库 这些都由网络库负责 当网络库把所有的用户数据都拷贝到内容缓通区的时候 会通过WriteCompleteCallback这个回调函数 通知上层应用程序 以便上层应用程序发送更多的数据 通常情况下 编写大流量的应用程序 才需要关注WriteCompleteCallback 而对于编写低流量的应用程序 是不需要关注的 为什么编写大流量的应用程序 需要关注WriteCompleteCallback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流量的应用程序 是这样子的 不断生成数据 然后划送 也就是说要用Send函数 如果对等方接受不及时 接受不及时 那么受到滑动窗口 通告窗口的控制 发送编写区为不足 这个时候就会将用户数据 添加到应用程序的 发送编写区 发送编写区 就是Output Buffer 那么不断的生成 不断的发送 而对方又接受不及时 那么这时候呢 Output Buffer呢 就会不断的增长 那么很可能呢 会撑爆这个Output Buffer 它的内存呢 不断的扩张 那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方法就是 调整发送频率 那么如何调整发送频率呢 我们只需要关注WriteCompleteCallback 这样子 当所有的用户数据 都拷贝到内核缓冲区的时候 上层的应用程序 通过这个WriteCompleteCallback函数 回调函数 得到通知 这个时候 我们再发送数据 就是说能够保证 所有的用户数据 都发送完 再继续发送 回调 然后 继续发送 对于低流量的音乐程序 通常不需要关注WriteCompleteCallback output buffer被清空的时候 也会回掉该函数 这意味着所有的用户数据 都已经拷贝到内核缓冲区了 那么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可以理解为 低水位标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 output buffer被清空的时候 没有数据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水位 是低的 低水位 低水位的时候 回调一下该函数 high watermark callback 这是高水位标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 output buffer缓冲区 它达到 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最好 回调一下这个函数 回调一下这个函数 高水位标回调函数 这意味着 对等方 接收不及时 导致 output buffer不断的 增大 不断的增大 很可能 我们并没有关注 writeCompleteCallback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不断增大 不断增大 那么在这个回调函数当中 我们就可以断开 对方的连接 避免 这个内存不断的 增大 撑爆掉 设置了一个 高水位标的回调函数 那么这个高水位标 达到多少的一个大小 会回调这个函数 相应的有 设置函数 set writeCompleteCallback set highwatermarkCallback 并且会有一个 高水位标 那么发送函数呢 我们上一节课 是这么简单的 现在呢 要发生变化 如果状态等于disconnected 那么警告 return Channel is writing 是否 关注可写事件 去飞 没有关注可写事件 没有关注可写事件 并且 并且 这个output buffer呢 缓冲区 没有数据 这时候我们要发送 这块数据 我们可以直接发送 直接write 可以直接write 返回 nroot nroot 大于等于0 如果大于等于0 这个就是小于0 就可能出错了 这是一个出错了 一个处理 大于等于0 那么判断一下remaining 判断一下remaining len 减去nroot 这是我们要发送的数据 remaining 现在呢 remaining等于 我们要发送这么多个字节 len减去已发送的数据 remaining 如果等于0 说明这个数据 都发送完毕 都拷贝到了 内核缓冲区 说明都拷贝到了 内核缓冲区 写完了 写完了 那我们就 用户数据都已经拷贝到了 内核缓冲区 写完了 就回掉 write complete callback 回掉 当然也可能 remaining 大于0 大于0 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应该把这些数据呢 添加到 output buffer当中 output buffer当中 这段代码 是在这里的 这里断言 remaining 应该小于等于len 如果没有错误 并且remaining 大于0 说明还有没有写完的数据 那么说明 内核当中的发送缓冲区满了 要将未写完的数据添加到output buffer中 这是目前output buffer当中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它能否写到output buffer当中 我们还要检测一下是否超过高水位标 加上remaining 是否超过了高水位标 如果超过了高水位标 超过了高水位标 那么回调 highwatermark 并且oldname 小于highwatermark 这肯定要小的 如果这个不小于highwatermark 说明程序有逻辑了 逻辑有错误 就是说我们的缓冲区 都超过了这个高水位标 highwatermark会掉函数 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回调它 那么回调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这个连接给断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append data 加enroot 之前enroot已经 已经发送成功了 那么 data加enroot 后面的数据 还没有发送 这么多个字节还没有发送 就把它添加到 output buffer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 output buffer有数据了 我们需要关注 这个 pullout事件 如果当前还没有关注 pullout事件 那么要enable writing 这里面关注 pullout事件 关注 tcp的滑动窗口滑过去了 这个时候呢 内核当中的发送缓冲区有空间了 有数据了 内核缓冲区有数据了 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pullout事件 被触发 pullout事件被触发 会回掉哪个函数呢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设置 在这里设置了 可使事件到来的时候 回掉handle write 回掉handle write函数 pullout事件 触发的时候 回掉handle write 内核缓冲区当中有空间了 回掉该函数 也就是pullout事件 触发了 这个时候 如果正处于 关注pullout事件 那么我们就把 opullout的缓冲区当中的数据 写入 那么这次写入 不一定能够保证 将所有的数据都写入 不一定能够把 这么多的数据都写入 我们写入了n个字节 大人0的话 那我们要回收 这n个字节 retreef n 实际上就是缓冲区的 下标的一个移动 read index 向前移动了n个字节 这时候再判定一下readable byte 如果等于说明发送缓冲区已经清空了 是应用程的发送缓冲区已经清空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停止关注 pullout事件 以免出现bgloop 并且呢要回掉 write complete callback 发送缓冲区已经清空 没有数据了 要回掉 并且要判断一下 如果当前处于kdisconnecting 上一节课我们说过了 shutdown shutdown函数 如果当前 正处于可写状态 如果当前正处于可写状态 它不会调用shutdownwrite 它不会调用shutdownwrite 它仅仅只是将状态设置为kdisconnecting 但是我们上层应用程序已经调用了shutdown 说明已经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要关闭链接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在数据发送完的时候 关闭链接 也就是说判定一下 如果是disconnecting这个状态 这里数据已经发送完毕了 我们要关闭链接 shutdown in loop 因为这时候已经disablewriting了 disablewriting shutdown in loop 这样的时候 没有关注可写事件 这样呢 shutdownwrite 另外 tcp server呢 增加了一个write complete callback 因为我们注册回调函数都是通过这个tcp server函数来注册的 包括connection callback message callback都是通过它来注册的 tcp server 在连接建立以后 这里增加了一个setwrite complete callback 那么write complete callback high watermark callback行业 我们都说了 还有一个是boost any context 这个我们也讲一下 这里还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字段 context 干嘛用呢 表示一个连接对象 它可以绑定一个位置类型的上下文对象 因为我们上层的应用程序 不是由网络库负责的 它并不知道上层的网络程序会绑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那么提供这样的一个接口 方便上层的应用程序 根据需要绑定一个 每个连接都有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接口 any 它可以绑定一个位置类型的上下文对象 把一个位置类型 复制给context get context 注意这里是const成员函数 不会更改 context 并且返回的也是const 说明外部不会去更改 这个对象 get mutable context 它不是一个const成员函数 并且mutable的意思就是说可变的 也就是说get以后可以更改它 可以更改它 这里使用的boostany boostany我们也简单说一下 这是可变类型的一种解决方案 可变类型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五类型指针 这种方法呢 不是类型安全的 第二种是boostany boostany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将任意类型的数据 安全存储 安全存储 取的时候呢 也可以安全的把它取回 它的类型呢 不会丢失 它的类型不会丢失 有了boostany呢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标准库容器中 存放不同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wiped boostany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项链就可以存放不同类型的数据 可以存放不同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你存了一个整形 又存了一个自己自定义的对象 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里是any 表示可以是任意类型 这就是boostany的作用 在我们这个程序当中呢 就是提供了一个接口 使得我们上层应用程序 能够板定一个位置类型的上下文对象 另外一个就是sign of sigpipe sigign 我们知道 对于编写 服务器程序来说 我们要忽略 sigpipe 这个信号 那我们这个目夺程序 这段代码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 编写程序前面加一个signal 这句话 但是这样子的话 就说明我们上层应用程序 还要知道signal系统调用 我们还需要知道 这个signal的投文件 不太合理 比如上层应用程序 最好呢 网络库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分装好了 上层应用程序 不需要关注这些 最好上层应用程序呢 都不需要调用 系统调用 也就是说上层的应用程序 s 就是纯粹的 编写应用程序 应用编程 不涉及到系统调用 不涉及到系统相关的一些函数 涉及到库相关的函数 直接使用 C 直接使用 以及 网络库 代码 不实用 系统调用 最好是这样子的 说明我们分装的足够彻底 把系统相关的东西呢 都分装好了 而系统编程呢 就表示我们可以使用 C 系统调用 它只能够使用 C库 系统加库 以及网络库代码 不使用 系统调用 而系统编程的可以使用C系统调用 那么这个代码到底在哪里呢 实际上 在EvanLoop的当中 有做分装的 EvanLoop这里呢 提供了一个类 一个Law SigPype 构造函数 调用了SigPype 调用了SigPype 这个对象 它的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一开始 这个构造函数就被调用了 这个构造函数被调用 也就意味着 这句话被调用了 我们来看一个测试程序 这个程序呢 会关注 Complete Callback 我们只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 加了一个Write Complete Callback 这里呢 生成 数据 生成一个支付创 保存到Message当中 保存到Message当中 至于是什么数据 我们待会再看 一旦客户端连接过来 一旦客户端连接过来 我们就发送这些数据 就发送这些数据 一旦这些数据 发送成功了 全部都拷贝到内核缓冲区了 这数据还比较大 都拷贝到内核缓冲区了 那么 Write Complete Callback 我们注册了这个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会被调用 我们继续发送 也就是说我们不停的发送这个数据 这就是一个大流量的程序 很大流量的一个程序了 不停的发送数据了 这就是一个大流量的程序了 我们下车的回调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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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期待呢 我们下车的回调函数据 这个回调函数据 我们下车的回调函数据 车的回调函数据 编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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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一个客户端连接过来 服务器端就不停地向客户端发送数据 就不停地发送这个数据了 可以定位到一个文件栏中吧 就是这样的一连串数据 这里面已经发送了很多了 已经发送了很多了 看一下它的大小吧 才这么一迫就有17兆了 很多了 上掉 实际上这个程序呢 我们这个服务程序呢 就是一个ChargeGain 服务程序 那什么是ChargeGain呢 Character Generator Protocol的意思 这里百度百科 我们来看一下 ChargeGain ChargeGain 制服发生起协议 制服发生起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在RFC860中定义 那么这个协议呢一般来说 有一些程序可用来做到此攻击 不断的向服务器发送这些数据 去攻击某个服务 使之瘫痪 不断的生成数据 使得网络瘫痪掉 来充垮网络带框 RFC860 这就是它的数据 一个完整数据 我们这里面已经不止发送了一条数据了 因为我们 是不停的在发送的 一旦我们发送完 write complete 内核全部接收了以后呢 继续发送 继续发送 不停的发送 不停的发送 那么生成数据的代码在这里 就不分析了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只有一次发送的话 如果只有一次发送的话 我们可以 tcpconnection 这里的注册呢 这里的注册先把它屏蔽掉 这样子的话 发完以后呢 write complete callback 不会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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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write complete 不会回掉 不会回掉的话 说明是发送的一次 不停的发送的一次 不停的发送的 不停的发送的 一次也有这么多吗 就没那么多了 它不会一直回掉它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刀子 已经有盡包了 它看到了 以后 不停的发送的 本身的经济 不停的发送 太冰值 帮助 把我倒线 不停的发送 实际上 目睹的examples 也实现了tragang这个服务 制服发生起协议在simple里面 只不过它还增加了一个功能 流量的一个功能 流量到底它的一个吞吐量 每秒钟发送了多少兆 增加了这个代码 它注册了一个定时器 定时的去统计一下流量 run every三秒钟定时的调论这个函数去统计流量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解吧 也会稍微说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基本上把目睹网络库给分析完了 那么后面的章节呢 我们将开始使用目睹库 那么将会有一些示例代码 实际上 这里面有很丰富的代码 examples 这里面就有很丰富的代码 我们到时候呢 会讲解一些 那么这次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